荣民节前夕为了向乡内荣民致意 新城乡公所特别邀请到地方荣民、荣圈等500多人来参加了庆祝活动 同时表扬九个村的优秀荣民 由乡长何理台亲自表扬 他也感谢荣民们对台湾的付出 让社会能够安居乐业 荣民节的前夕前的乡公所为了向乡内的荣民致意 新城乡公所2号上午在康乐光荣博物馆举行 邀请地方荣民、荣圈500余人来参加 老乡相见 坟外的高兴 大家一起就绪 一边欣赏舞蹈朋友们的演出 让现场充满了相当多的活泼 相当何理台表示 荣民弟兄们早年保家卫国南征北讨 退伍之后更积极投入国家实大建设的行列 定见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 荣民弟兄们积极投入以及牺牲奉献 荣民前辈对国家建设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 林寿平的话阿妹主叫做 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 地方的事务有赖于公所团队 大家努力各级民意代表一个支持 新城乡才能够幸福有感 再次向我们今天所有 接受表扬的荣民的长辩们 大哥们表达恭喜之意 也替在座我们所有的荣民伯伯 保健人 祝你们身体健康 事实主义 谢谢大家 和一台感谢荣民弟兄们年轻的时候 保家卫国投入战争 来到台湾之后加入国家建设的行列 中横俗化公路和北回以及南回公路等重大建设 都有他们的身影 才会有今天台湾的富强社会的安定 它代表地方乡亲 向权利荣民伯伯们 叔叔们来表达敬意 记得久不见了